嗨 各位好 我是Darren 歡迎來到我的90秒衝浪教室 看我能不能在90秒內解釋一個衝浪概念 讓各位以後不管上網查資料或是出國旅遊 在溝通上都能夠更暢行無阻 今天我們要解釋大家剛衝浪最常聽到的 Wipeout 那我們90秒 即時開始 Wipeout 是來自英文的Wipeout 不得不說這個詞翻譯的真的非常好 音跟意都非常的到位 一聽你就知道不是這麼好事 在英文裡面 Wipeout的意思是把東西抹掉 或是整個種族被殲滅的感覺 那在板類運動裡面 Wipeout又可以拿來形容跌倒 比如說滑板 雪板 或衝浪 都可以拿Wipeout來形容摔下板子 但有趣的是 在台灣似乎只有在衝浪界裡面會常聽到這個詞 那歪報又可以分很多種 可以是這樣 煞氣的歪報 輕盈的歪報 勇敢的歪報 壯烈的歪報 當然 你也可以是這樣 哼 歪報 但其中最不樂見的歪報 是這樣 板頭插水 Nostak也叫Pearl 是所有歪報當中 讓你看起來最愚蠢的歪報方式 因為通常插水 只會出現在初學者還抓不準板子重心 或還不會判斷追浪時機點才會出現錯誤 基本上 只要讓人家看到你插水一次 Bro Your credibility is gone 在其他浪人眼裡 你已經被認定是一個cook 那什麼是cook 我們留給下集解釋 如果你想要避免插水的話 可以點這支影片 裡面的運動可以提升你的滑水技巧 讓你在眾人面前免於插水的酒精 好 那今天的90秒衝浪教室就到這邊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訂閱 分享 按讚 想在下一集看到什麼樣的內容 歡迎在底下留言 更多衝浪教學可以點這 或點這 跟我一起衝浪 裡面我會檢討自己的一些缺失 所以你 不必跟我犯下一樣的錯 我是Darren 我們下次見